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最近,一份全世界公认的十大长寿生活习惯公布了 据说走路仅排第三 第一名最简单 第七名最难 快来看看你能做到几个 十大长寿习惯 第十名 晒晒太阳 经常晒晒太阳 深深揽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对人体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哦 身心舒畅 心情就会愉悦 生活的幸福感自然会就高了 但是晒太阳也是要讲究时间的哦 乐姐建议大家 最好是在上午九十前 下午四十后 可以晒三十分钟左右的太阳 如果是冬季更要经常晒太阳 第九名 多跟别人聊天 大家每天都会跟别人聊天 聊天看似很简单 其实是对体力和脑力 很好的锻炼 能够训练更快速的反应 和语言表达能力 同时 多跟别人聊天 还能消除忧愁 解除烦闷 一个美好的心情 可是要比食服良药更能除去疲惫和痛楚哦 第八名 把坚果当零食 坚果是一个好东西 里面所富含的抗氧化剂和不饱和脂肪酸 有助于降低患上心脏病的风险 保护心脑血管健康 还能够延缓衰老 第七名 多做家务 有研究指出 多做家务 可以降低死亡风险 家务是做得好 说明大脑的规划统筹能力好 把东西收拾还原的过程 也能减缓记忆力衰退的情况 同时 一个干净舒适的家庭环境 心情也是超美的呢 第六名 多做记忆力游戏 大脑是需要经常用的 才能越用越聪明 越年轻 经常做些挑战记忆力的游戏 比如背一篇文章 做每周工作复盘 可以延缓大脑衰老的速度 延长生命力 第五名 少吃红肉 国外有一项新研究发现 红肉吃得越多 患高血脂高血压 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就会越大 猪肉 牛肉 羊肉等红肉对身体的营养均衡 有积极作用 但是要适量食用 第四名 每周保证一条鱼 鱼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 是人体必备的补充元素 能够改善大脑健康 提高记忆力 降低发生老年痴呆的危险性 所以要多食鱼哦 但是最好是清蒸鱼 不要油炸 第三名 每周至少步行七小时 步行能够提高心肺活力 延缓衰老 穿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每天早晚出门走几圈 寿命一定不会短哦 第二名 每天坚持睡午觉 哈佛研究了一个现象 与不午睡的人相比 午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 会降低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说 午睡有助于身体长寿哦 但是 日间午睡不要过久 一刻钟左右为宜 第一名 每天吃绿色蔬菜 经常吃水果和蔬菜 补充维生素 对于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大 每天都吃蔬菜 对我们来说很简单 不知道你坚持下来了没 这些长寿习惯 是不是很简单 但是你能坚持几个呢 事实上 有百分之八十的疾病 都是由于不良生活习惯所导致的 这八大生活习惯 伤身又伤神 八大伤身习惯 第一名 缺乏运动 缺乏运动是影响疾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长时间缺乏运动 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会降低 抵御病菌和病毒的能力也会下降 第二名 敲二郎腿 别看这个小动作 对身体的影响可是很大的 如果经常敲二郎腿 双腿长时间互相挤压 会影响下肢血液循环 容易造成下肢各种疾病 第三名 不吃早餐 不吃早餐的人 患上疾病的几率会大大提高 因为空腹时 各种消化酶会直接去消化 胃粘膜层 长此以往 就容易引发各种消化系统疾病 第四名 喝水太少 水是一切身体机能运行的前提 人体正常每天要摄取 2000毫升左右的水来 补充身体的水分 才足够让身体正常代谢 如果长期很少喝水的话 会损害身体机能的运转哦 第五名 上厕所玩手机 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厕所玩手机 这个习惯可是一点都不好 当注意力分散 使排泄物长时间 憋在肛门口 对血管产生刺激 疾病就容易引发了 第六名 意造易怒 有研究表明 意造易怒的人 在遇到生活中的挫折 会容易产生较严重的心理矛盾冲突 如果在沉默寡言 会加重内心的抑郁苦痛 如果这种心理冲突 长期得不到排解 可能会引起心理功能的紊乱 进而引起机体生理功能紊乱和障碍 致使身体疾病隐患大大提高 第七名 饮食重口味 高盐饮食习惯最容易导致高血压 有研究显示 70%以上高血压患者 是由于摄入炎过量 而高血压至少会造成 人的寿命减少1.6岁 第八名 饭后一支烟 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说 吸烟减瘦至少有十年 香烟中存在着多种致癌物 尤其是饭后 肠胃消化蠕动 更容易吸收香烟内的有害物 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 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原因 这些习惯看似很小 但是一定不要忽视哦 另外 关于到底哪一样 才是最有利于长寿的运动项目 日前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 给出了答案 柳叶刀在研究收集 和分析了75项运动 123万多名 18岁以上人群的数据后 发现 对普通人群来说 挥拍运动是最有利于健康和长寿的项目 常见如乒乓球 羽毛球 网球等都属于挥拍运动范畴 研究发现 挥拍运动可以降低47%的全因死亡率 另外 什么是全因死亡率呢 百科是这样解释的 全因死亡率 就是所有死因的死亡率 是指一定时期内各种原因导致的总死亡人数 与该人群同期平均人口数之比 分母是某段时间内的人口总数 分子是在该段时间内所有死亡人数 不论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 都算作死亡人数作为分子 以乒乓球为例 通俗点说 就是打乒乓球的人和不打乒乓球的人相比 在调整相关因素后 因各种疾病 意外等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下降了47% 挥拍运动 益处多多 如乒乓球之类的挥拍运动 在生活中很常见 基本人人都会 但练它的好处还真不少 一、锻炼肌肉、骨骼和关节 在打球时 球不会自己跑到手边 需要你不断地快速移动 这样就不仅需要腿部来回运动 更需要全身的肌肉来协调完成 挥拍运动中 通过上肢的摆动和腰部扭动 以及下肢的运动 身体的多个肌肉群和关节 都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二、锻炼手脑协调能力 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体积都小 需要通过快速移动打出反击 因此对身体协调能力要求也比较高 打球时需要精神高度集中 迅速思考并调动四肢 做出及时反应 这有助于提高身体协调性 延缓脑部的衰老 三、锻炼眼部肌肉 由于球的来往速度飞快 来球落点或近或远或左或右 为了做出准确的判断 多通过眼睛获得球的信息 并与大脑进行快速反馈联系 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增强血液循环 提高眼神经机能 有效缓解眼部肌肉的僵硬和不适 消除或减轻眼部疲劳 对保护视力有积极作用 四、锻炼心理素质 强化自信 经常练习挥拍运动 在全面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 也培养了运动者机智果断 拼搏向上的精神 另外 球场上还要不断观察对手的战术 对对手的战术进行揣摩 因此心理素质也得到了锻炼 有助于增进自尊心 强化自信与乐观的精神 综上所述 如果你很喜欢挥拍运动 那么恭喜你 不仅练的是最有助于长寿的运动 更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六边形战士 如何更好的练习挥拍运动 虽然如乒乓球之类的挥拍运动 基本都属于简单易上手的运动项目 但毕竟它也属于运动范畴 该做的准备还是不能少 和跑步一样 运动开始前的热身活动是必要的 我们可以活动活动手脚的各个关节 拉伸一下肌肉 或者原地小跑一会儿 让身体微微出一点汗 快速进入运动状态 减少因运动受伤的情况发生 另外还要控制好每周锻炼时间 一般来说 每周运动三至五次 是比较合适的频率 而从时间长度来说 每次锻炼的最佳时长在 45至60分钟之间比较好 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如果本身存在一些基础性疾病 在开始任何一项运动前最好 还是先咨询一下医生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